1938年日本侵略者加快侵略步伐 将目标锁定在了武汉 国军识破日军的阴谋 提前就为抵御日军进攻 双方投入将近150万的兵力 在武汉击战四个月 最终国军歼25万 成功保住了武汉 要知道这一场战役 国军和日军装备有着天壤地别的差距 这一场关键胜利 可以说是整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使日军更加弱 国军再也无法发动大规模的战役 那么国军是如何逆转劣势 取得重大胜利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武汉会战 1938年日本先后攻陷中国许多重要城市 随着南京的沦陷 蒋介石将国民政府重要机构转移到武汉 很快徐州失守 日军逼近武汉 不想再体验丢失南京之痛的蒋介石 为了守住武汉痛下血本 双方为了这次决战可以说是卯足了劲 这次国军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为守卫武汉制定了完备的计划 国军方面海陆空全部出动 兵力高达110万 比松户会战还要高 日军也是调集40万精锐 多方向从武汉逼近 同年6月24日 日军兵分五路向武汉推进 武汉会战正式打响 接到阻击任务的削月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德安 阻击正在前来的106时 双方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国军士兵用顽强的意志 挡住了日军的脚步 成功地抑制住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脚步 战斗拖延了一个月 日军高层已经有些不耐烦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日军高层下达死命令 让106时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拿下德安 而薛月早就知道 日军是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趁着日军停止进攻的间隙 赶忙在德安周围设置伏击部队 形成一个包围圈等待日军上钩 IP的106时显然是打击了眼 不管不顾地向德安再次发起进攻 国军的包围圈早就攻后多时 106时反应过来已经被团团包围 或于无奈日军只能向周边有军求救 当然这一切都在削月的预料中 沿边有提前设置好的部队 阻击日军增援 孤立无援的106时 想要集结最后的力量突破 只不过国军并不打算给他们机会 准备向其发起最后一击 日军总部临时派出运输机 给其投送物资 国军瞅准时机 将那些赶去物资旁边的日军轻脚干净 中国军队越战越勇 这次势必要将106时斩草出根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106时已经死伤殆尽 物资补给极度匮乏 血月下达总攻命令 日军高层通过前线得知了国军动向 只能派出空中支援 尽可能地保留106时的中间力量 国军在炮火中拼命地向敌人进攻 只可惜最后还是让200多个日军逃走了 这也就是后来的万家岭战役 整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2天 国军成功全歼日军一整个师团编制 这是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一场战斗 给守卫在武汉其他战线的国军战士 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歼灭了日军大量的主力部队 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日军耍尽了阴谋轨迹 不管如何进攻 国军战士硬是没有在战线后撤半步 随后日军高层 又不断地向武汉战线调去精锐部队 同时他们还用上了生化武器 配合步兵向前线押近 国军逐渐处于下风 后期由于国军增援被日军阻拦 运输干线被日军控制 国民政府只能继续向西南方向撤退 由此国民政府又转入重庆地区 武汉会战就此结束了 战斗持续了四个月时间 虽然说国军已失败告终 但是此次会战 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 确实非同反响了 国军成功歼灭了日军25万精锐 中国战场再也不是日军一手主导 而是逐渐由被动防守转为僵持阶段 根据武汉会战的相关记载 当时国民政府确定坚守武汉 特意为此制定了守于武汉 而不战于武汉 顾名思义 就是这次保卫武汉 并不像上海和南京那样 固守在城里等待日军进攻 到头来不但守不住城部说 还会给城市带来创伤 因此国军这才会以武汉为中心 在沿线设防 与敌人进行持久作战 达到消耗敌人主力的目的 进而彻底粉碎日军的进攻意图 很显然这次作战是成功了 武汉会战力对抗日战争 有着重大的影响 就战役而言 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 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 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日本大本营认为 只要攻占汉口 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于是日本预前会议 决定发动武汉会战 迅速攻占武汉 已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还规定 集中国家力量 已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 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 中国政府既为因武汉 广州的失守而屈服 日本的清华战争 也为因日军占领武汉 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 一时之进退变化 绝不能动摇中国抗战之决心 任何城市之得失 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表示将更哀戚 更坚韧 更踏实 更刻苦 更猛勇奋进 努力于全面 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 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 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 用日军自己的话说 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 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 数公里地区之内 因而可以这样说 武汉会战 不仅使日军又遭到 一次战略性的失败 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 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被彻底粉碎 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 日本动用了当时 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 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 会战期间曾补充4、5次人员 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 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 苦战四个半月 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 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 和战斗力有所减退 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 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 第十一军战死4506人 负伤17380人 第二军战死2300人 负伤7600人 还有900人是病死的 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 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根据各部队战斗降报统计的 日军伤亡人数约为25万人 很显然 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 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 本来就感到兵力不足的日军 随着战线的延长 兵力一发感到不足 无力在组织向松户 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 以攻城掠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 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是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 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 它自身最不愿意进行的 持久战的泥沼之中 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 由军事打击为主 政治右翔为辅 改为以政治右翔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 由于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 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去 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 战略物资缺乏 主要依赖输入 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 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 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全部只不过13亿5000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 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 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 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 从最初就限定了 这场战争的极限 日本发动了战争 却又千方百计的谋求早期解决 为了维持清华战争 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 总额达到916000万日元 到一年的6月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 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 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更由于兵源的不断增加 国内劳力 粮食 能源军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 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 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 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极具表面化 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 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 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 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以至其参谋总长和录像自称 外墙中干是中国今日的写照 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 日军的编制 装备和部队战斗力 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 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 其政治和军事战略 企图以华制华 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反对战争 呼吁和平 和平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新生 和平是人们心底的梦 在梦里都能发出甜美的笑 和平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绽放在每一个幼小的心里 让和平的钟声永久敲响 让世界逐渐为离 和平者加快侵略步伐 将目标锁定在了武汉 国军识破日军的阴谋 提前就为抵御日军进攻 双方投入将近150万的兵力 在武汉激战四个月 最终国军歼敌25万 成功保住了武汉 要知道这一场战役 国军和日军装备 有着天壤地别的差距 这一场关键胜利 可以说是整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 使日军再也无法发动 大规模的战役 那么国军是如何逆转劣势 取得重大胜利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 武汉会战 1938年日本先后攻陷 中国许多重要城市 随着南京的沦陷 蒋介石将国民政府 重要机构转移到武汉 很快徐州失守 日军逼近武汉 不想再体验 丢失南京之痛的蒋介石 为了守住武汉痛下血本 双方为了这次决战 可以说是卯足了劲 这次国军也是吸取了之前的教训 为守卫武汉制定了完备的计划 国军方面海陆空全部出动 兵力高达110万 比松户会战还要高 日军也是调集40万精锐 多方向从武汉逼近 同年6月24日 日军兵分五路向武汉推进 武汉会战正式打响 接到阻击任务的削月 也在第一时间赶往德安 阻击正在前来的106时 双方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 国军士兵用顽强的意志 挡住了日军的脚步 成功地抑制住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脚步 战斗拖延了一个月 日军高层已经有些不耐烦 为了保证计划顺利进行 日军高层下达死命令 让106时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拿下德安 而薛月早就知道 日军是绝不可能善罢甘休的 趁着日军停止进攻的间隙 赶忙在德安周围设置伏击部队 形成一个包围圈等待日军上钩 IP的106时显然是打击了眼 不管不顾地向德安再次发起进攻 国军的包围圈早就攻后多时 106时反应过来已经被团团包围 迫于无奈日军只能向周边有军求救 当然这一切都在削月的预料中 沿边有提前设置好的部队 阻击日军增援 孤立无援的106时 想要集结最后的力量突破 只不过国军并不打算给他们机会 准备向其发起最后一击 日军总部临时派出运输机 给其投送物资 国军瞅准时机 将那些赶去物资旁边的日军轻脚干净 中国军队越战越勇 这次势必要将106时斩草出根 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 106时已经死伤殆尽 物资补给极度匮乏 血月下达总攻命令 日军高层通过前线得知了国军动向 只能派出空中支援 尽可能地保留106时的中间力量 国军在炮火中拼命地向敌人进攻 只可惜最后还是让200多个日军逃走了 这也就是后来的万家岭战役 整场战斗持续了整整12天 国军成功全歼日军一整个师团编制 这是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一场战斗 给守卫在武汉其他战线的国军战士 给予了极大的鼓舞 歼灭了日军大量的主力部队 为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 日军耍尽了阴谋轨迹 不管如何进攻 国军战士硬是没有在战线后撤半骨 随后日军高层 又不断地向武汉战线调去精锐部队 同时他们还用上了生化武器 配合步兵向前线押近 国军逐渐处于下风 后期由于国军增援被日军阻拦 运输干线被日军控制 国民政府只能继续向西南方向撤退 由此国民政府又转入重庆地区 武汉会战就此结束了 战斗持续了四个月时间 虽然说国军已失败告终 但是此次会战 对于抗日战争的意义 确实非同反响了 国军成功歼灭了日军25万精锐 中国战场再也不是日军一手主导 而是逐渐由被动防守转为僵持阶段 根据武汉会战的相关记载 当时国民政府确定坚守武汉 特意为此制定了守于武汉 而不战于武汉 顾名思义 就是这次保卫武汉 并不像上海和南京那样 固守在城里等待日军进攻 到头来不但守不住城部说 还会给城市带来创伤 因此国军这才会以武汉为中心 在沿线设防 与敌人进行持久作战 达到消耗敌人主力的目的 进而彻底粉碎日军的进攻意图 很显然这次作战是成功了 武汉会战力对抗日战争 有着重大的影响 就战役而言 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 并控制了中国的复兴地区 取得了胜利 但就战略而言 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日本大本营认为 只要攻占汉口 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于是日本预前会议 决定发动武汉会战 迅速攻占武汉 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为此还规定 集中国家力量 已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的 结束对中国的战争 但是 中国政府既为因武汉 广州的失守而屈服 日本的侵华战争 也为因日军占领武汉 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 一时之进退变化 绝不能动摇中国抗战之决心 任何城市之得失 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权举 表示将更哀戚 更坚韧 更踏实 更刻苦 更蒙勇奋进 努力于全面 持久的抗战 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 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 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 用日军自己的话说 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 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 数公里地区之内 因而可以这样说 武汉会战 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 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 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 被彻底粉碎 由于国军的坚强抗击 日本动用了当时 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 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约25万人 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 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 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 苦战四个半月 不但没有歼灭国军的主力部队 没有使国军的抗战意志 和战斗力有所减退 反而使日军的有声力量 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 第十一军战死四千五百零六人 负伤一万七千三百八十人 第二军战死两千三百人 负伤七千六百人 还有九百人是病死的 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 总计约3.55万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根据各部队战斗降报统计的 日军伤亡人数约为25万人 很显然 日本发表的数字偏低 而军令部发表的数字则偏高 武汉会战以后 本来就感到兵力不足的日军 随着战线的延长 兵力一发感到不足 无力在组织向松户 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 以攻城掠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 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 这就是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 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 它自身最不愿意进行的 持久战的泥沼之中 无法自拔 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 由军事打击为主 政治右翔为辅 改为以政治右翔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 由于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 改为转移兵力进行 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日本国力因损好过局 而开始急剧表面化 日本是一个岛国 战略物资缺乏 主要依赖输入 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 据日军战史记载 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 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全部只不过13亿5000万日元 而对日来说 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 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 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 从最初就限定了 这场战争的极限 日本发动了战争 却又千方百计的谋求早期解决 为了维持清华战争 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 总额达到916000万日元 到一年的6月 为了进行武汉会战 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 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 更由于冰原的不断增加 国内劳力 粮食 能源军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9年 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56亿日元 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 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极具表面化 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 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 从而加重了中央统帅部 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以致其参谋总长和录像自称 外墙中干是中国今日的写照 时间一长就维持不住了 大致在武汉会战之后 日军的编制 装备和部队战斗力 总的来看比会战前有所下降 这也是日本不得不改变 其政治和军事战略 企图以华制华 以战养战的重要原因 我们应该反对战争 呼吁和平 和平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心声 和平是人们心底的梦 在梦里都能发出甜美的笑 和平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 绽放在每一个幼小的心里 让和平的钟声永久敲响 让世界逐渐为离 和平永住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本期视频的 可以点点关注 对于这场武汉会战 各位看官友和高见 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会